哈喽各位同学,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六集仔细阅读当中的题型了 我们在之前呢已经把解题流程和解题的策略给大家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内容会更加的详细和具体 我们将告诉大家在仔细阅读当中呢 我们将会面对着怎样的一些题型 以及每一个题型各自对应的方法论各自是什么 好吗?所以来我们先展开看一下 根据六集的大纲我们仔细阅读当中呢 一共有这么五大题型 大家可以先看着 第一细节推理 第二词汇指代 当然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句子理解 当然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语译题 这个都行啊 怎么叫都行 好第三个叫做例整题 这是我们在近几年真题当中呢 给大家新增的一个题型讲解 我先说一下 我们这个题型啊 传统意义上是在考研当中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意思是在四六集当中呢 这个题型不做大比例考察 但是我们在近几年的六集阅读当中会发现 例整题的考察比重在不断的加大 对所以这个题型我们独立出来给大家呢 专门讲解它对应的方法论 好吗? 所以第四个叫做主旨代意 第五个叫做观点态度 一共有五个题型呢 要给大家进行逐一介绍的 所以这五个题型呢 第一个叫做细节推理题 是我们目前在六集当中啊 考察量最大的一种仔细阅读的题型 每年十道题当中啊 平均下来有六题左右是在考细节推理 所以咱们这样 先从大比例的题型展开 首先看到的是细节推理题 同志们来 首先观察一下这个题型的题杆特征 好不好 这个在考什么呢 考察对文章里面有关事件发生的具体细节的 这么一些相关题目 什么叫细节呢 你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方式等等等等 都可称之为叫做细节哈 那么于是这些个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对应的 那不就是我们常见的这样一些特殊疑问词吗 what when where who等等等等 是不是 此外呢 过去我们喜欢把细节和推理题分开 把它叫做两种题型 确实他们在题杆当中会稍微有点差异性 但是在整个解题方法上面 他们非常一致 所以现在呢 我们把它合并了 一旦合并之后 那么传统意义上的用在细节 尤其是推理题当中的题杆哈 我们也跟细节题合并了 你看一下 你像下面这个 呃 根据文章所言 下面哪个是对的 是吧 你像大家更熟悉的 叫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is not true is mentioned is not mentioned 对吧 这是典型的判断推理题的问法 你包括有些题杆里面有 what can we infer what can we conclude what can we imply 等等这样些字眼哈 都属于推理题的范畴 现在呢 咱们不分那么细了 把它统一称之为 叫做细节推理题 用统一的方法论来应对它 同志们 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细节推理题 我们直接从真题当中摘例子 更明显一些 跟我读一下这三个题看吧 大概就长成这个样子 什么 what do some most influential medical groups recommended doctors do 对吧 叫做最有影响力的这些医学组织呢 推荐医生做什么 这都来自于真题了哈 对 这明显是在问事件的 因为他用的是what提问 第二个叫做what made a new guideline be developed lead to 那些新开发出来的 新发展出来这样些指导规则 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嗯 好 包括第三个 compared with a metropolitan slc is that tw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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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于a这个城市 另外一个城市叫slc呢 据说是怎样的 大家发现没有 一二两种提问方式呢 是提干本身就是完整句子 对 用完整问句向大家发问 还有第三个 就是提干本身不完整 是个残缺句子 让我们结合选项呢 把这个句子基于文章 填充完整 好这几个是常见提干 咱们就先不多说了 同志们 严格上来讲呢 细节推理题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 回文定位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我们在文章里面 结合提干关键词 找到它的提问位置 根据之前所讲的 前本后句法 把特定位置的内容呢 你读完之后 理论上答案就该出来了 所以它更多偏向于是 对文章表层意思的理解 对 所以我接下来啊 给大家整理和总结了 我们在六级阅读当中 细节推理题的 这么几个常见命题点 来辅助大家进行回文定位 也就是说 在六级阅读文章里面呢 总有一些个位置 它其实在命题层面上 是很有特色的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大叫做 因果逻辑处 对 拿到一篇文章 如果呢 提干关键词 在文章里面发生了一些改写 可能会干扰到大家定位 那么你实在是想按文章顺序读 不是不可以 那么你怎么去抓重点呢 这个重点的话 是可以结合文章的一些 常见命题点 来辅助大家去抓的 好 所以第一个 常见命题点 就是英国逻辑处了 来 我们举个例题 给大家来强调一下 好吗 所以看到的是62题 叫why 你看这句问的就很鲜明 对吧 为什么 叫why does the author dean it inappropriate for Harvard to confer an honorable degree on OW 说呀 为什么作者认为 dean有点像believe 可以做同一词 认为 认为不合适 什么不合适 就是对于哈佛大学而言 授予荣誉学位 你看这次组 叫honorable degree 就叫做荣誉学位 给谁呢 给OW这个人 说为什么他觉得这事 他不合适 各位 根据咱们之前所讲的解题流程 对吧 有讲到 说这个关键词的问题 专有名词 首先是我们的显心定位词 我们这儿还有两个 一个是哈佛大学 一个是OW 于是呢 回文定位 找他们首次 在文章里面出现的位置 于是呢 我们找到文章这个位置了 看到没有 哈佛在这儿 然后呢 OW这个人 在后面 正好是连着了两句 由于是两个关键词 所以我们稳妥起见的 把每个关键词 在文章里面 首次出现的本句 我都读一下 这样感觉信息更完整 好 所以先看哈佛这句话 哈佛大学的 花名册 Roster 叫做花名册 在最近几年当中啊 开始囊括了 叫什么KA啊 什么BG啊 MS好 这个无所谓了 就人的名字呗 就是他的这个人员名单里面 就包含了这么些个人 好 马上跟上 这个人所在句子 但是 你看 转折 呃 O 就这个人 是吧 他的 particular brand of celebrity celebrity 这个单词表示名人 他这个名人的标签啊 is not a good feed for the values of a university 并不适合这个大学的价值观 什么大学呢 叫whose motto veritas 这是个拉丁文哈 这个词veritas 真实意思是叫 means truth 叫做真实 真理 真相 这是哈佛大学的校训 呃 如果是放到校训的话呢 我们用真理这个词来翻译它 更合适 哦 懂了 就是说 这位 呃 这个名人 他的名人标签 并不适合 以真理为 这个校训的哈佛这所大学的价值观 好 怎么着呢 本句完了 把后句顺便看一下 叫 whose passionate advocacy extense 两个都好中间 插入语可以跳过去啊 说这个人呢 热情的拥护 拥护什么 就拥护一个东西 advocacy做名词了啊 延伸到了 叫extense to 按字面翻译延伸到了 a hearty embrace of fake size 发自内心的拥抱 伪科学 明白了 同志们 后面这个本句后续的后一句呢 他讲的太文艺了 我们通俗来讲 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是真心的去拥抱伪科学 他觉得伪科学是没问题的 对吧 好 所以他这种行为呢 对于那种以真理为校训的哈佛大学而言 明显是格格不入的 好嘞 同学们 我们来读完了本句后句之后 对比一下这个62题的选项 但凡呢 有选项内容 跟刚才本句后句能够形成对接的 那既为我们想要的答案了 是不是 我们试一下啊 说为什么做人觉得不合适 把荣誉学位给ow这个人呢 A 他呀 这个没有去学习法律 没有学习法律 他专业不是法律 刚才我就没有见到法律这单词 所以琢磨着 跟我这本句后句没啥关系 再看一下B 他呢是作为伪科学的支持者 对了 各位 叫fake size 叫伪科学 对吧 刚才文章的本句的下一句 也就是后句当中呢 也是这么说他的啊 他是伪科学的那种热情的拥护者 有问题了 跟那个真理为这个校训的哈佛大学 是明显在价值观上格格不入的 好 再看C 说什么 他是娱乐乐的这个偶像 他这个没有区分 没有在学术上的让自己变得有名 这个都没见过 所以在这里啊 只有这个2B选项 是我在定位句的下一句 也就是后句当中的找到对接点的 而且这个里面明显是一个因果逻辑 对吧 选项部分是原因 结果就是做是觉得呢 你把这荣誉学位给他 你不合适 英国逻辑出 好的 这是一个典型例子 好 继续往下走 看一下啊 英国逻辑常考点的例题2 还是直接用Y来发问 所以好明显 是不是 他说 Why do people in wealthy countries prefer to have fewer children 就是为什么呢 在富裕国家当中的人 这个倾向于有更少的孩子 由于在这条题题案当中呢 没有明显的显性定位词 所以我们选择用动兵结构 来定位 有更少孩子 我们再加了一个地点 叫做富裕国家 那么把关键词回文定位之后 找到了文章的第二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定位句 就是本句 叫 In wealthy Saudis 在富裕的社会当中 The logic often or often reverse 这个逻辑经常是逆转过来的 逻辑是反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 因为你没看上文 所以是什么逻辑你不知道 没关系 你读下去 叫 Government Now suppose De elderly De elderly 是典型的英语的一个基本词汇结构 对吧 德加形容词表示一类人 所以啊 这里的Elderly 也是一个典型的 ELY结尾的形容词呢 嗯 叫做政府现在 在按字面翻叫支持老年人 简单来讲 就是赡养老年人 Diminishing 叫做取消了 The need 取消了一种需要 什么需要 呃 生孩子的需要 明白了 这个结合中国国情 你可能更好理解一些 中国一直都有一句话叫做养儿防老 对吧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呢 在富裕国家当中 政府来负担你的养老 所以说这养孩子呢 从养老这角度出发 已然不是个必须了 好 因果逻辑应该说比较清楚 所以请大家呢 来看一下咱们对应的59题的选项 为什么要少少养孩子呀 A 他们想进一步提升 他的这个经济上的这样一个幸福感 叫不要病 B 他们不能负担起养孩子的时间和花费 好 C 他们呢 这个呃 担心 即将到来这代人的未来 这跟养老都没关系哈 对 好 D They don't rely on their children to support them in old age 完全一致 他们不依赖自己的孩子 在年老的时候来来赡养他们 为什么 因为政府可以赡养呀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四地选项相当于是把刚才的定位句的下一句 也就是后句 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阐释 所以四地呢 继为我们想要的答案所在了 是吧 好 这是因果逻辑 我们在细节推理题当中的第一大逻辑呢 那么接下来 在细节推理题当中的第二个参考点 也是一个逻辑 叫做转折 好 同志们 我们来看一下啊 转折逻辑在六级真题当中的一个 第一个典型立题好了 好不好 这个来看一下啊 这个转折词 在文章当中啊 它发挥着怎样重要的功能 一般在阅读文章的分析当中呢 我们往往会强调一个概念 叫做转折后重要原则 也就是说 如果在一句话或一段话当中 有发生转折的话 以转折词所在句的后半部分 为这句话的核心所在 你体会一下 我说 我喜欢你 但是我更喜欢他 你发现没有 但是后面才是我想强调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例题啊 说 in what way does the author say writing is different from talking 以什么样的方式 作者说呢 写作不同于聊天 不同于说话 我们这个题杆里面 因为是没有这个显性定位词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动兵 这里面的动词是say 然后兵语其实是个从句 我们就把从句摘出来了 叫做writing is different from talking ok 好 把这个短语回文定位之后啊 我们找到了文章这个位置 来吧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内容啊 writing 从这里开始 定位词在这儿 was only invented 5,500 years ago 说这写作呢 是在五千五万年前被发明了 where as 而 然而 这是带有典型的那种对比关系 隐含着转折逻辑的一个词 翻译成而 然而 对 where as language probably trades back at least 80,000 years 哦 那懂了 语言 有可能呢 可以追溯到至少是八万年前 写作五千五百年前才出来 而这语言 这种说的话呀 可能可以追溯到过去的这八万年 所以怎么说呢 这是本句完了哈 按说呢 其实应该要对选项了 以防万一 咱把后句看一下 that's 因此 你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示英国逻辑 这个呢 又是个非常典型的表示转折逻辑 两个点汇聚在一起啊 你发现其实有些东西是相通的 that's 因此 talking came first 呃 说话是先来的 came first writing is just a craft that came along later 写作是一个技艺 craft 技艺就是你的技术 然后呢 随后而到的 强调两者的先后顺序 我们忽然发现 你定位句的本句和后句呢 讲的是一个概念 对吧 就先有这个语言文字 先有说话 先有说话 你看怎么说啊 再有这个写作的文字 是 他要区分一下 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 选项的部分 哪里跟这里对接 他说呢 这个以什么样的方式 做着觉得写作不同于说话呢 好 A 他是有着特定技能要求的一种记忆 没说什么specific skills 至少在定位句当中没看到啊 好 B是说 他表达思想更加准确 准确不知道 C 他没有那么长的历史 哎 好像是 一个是五千五百年前 一个是八万年前 你时间长度不一样啊 而刚才本句后句都是在说这个 一个先一个后 对吧 好 再看一下D 说这个 呃 没有那么容易去理解 哎呦 这跟理解没关系哈 对 所以这儿 只强调时间的先后 那么于是会发现呢 C选项 既为咱们57题答案所在 而他答案呢 就分布在咱们文章里面 where as 这个表示 转折对比关系的词 所在那句话当中 这叫做转折逻辑处 是一个强命题点 好的 我们继续看一下 在转折逻辑的第二道例题当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例题啊 叫 what has contributed to 各位 跟我圈一个词组吧 导致 叫contribute to 导致 本身就是个典型的英国逻辑的表达词汇 对吧 类似的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词 叫le to 导致 lead to 我们最常说的啊 叫a lead to b a导致b a就是原因 b就是结果 对不对 好 他说是什么导致了 这个在中国和印度的这个经济的快速增长 你看 这是个结果 什么导致就证明他在问原因呢 对吧 好在我们这题干呢 有明确的定位词 中国和印度 所以就拿它去定位 定位之后呢 我们找到了文章这个位置 来请跟我看一下定位句 however 你看 转折了 叫 once China began embracing free market reforms in the 1980s followed by India 两个关键词在一句话当中哈 in the 1990s both countries achieved rapid growth 说这中国吧 在八十年代呢 开始拥抱自由市场的改革 呃 印度在九十年代尾随而至 这俩国家呢 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哦 明白了 自由市场改革 这个东西会带来这种经济快速增长 本句完了啊 以防万一 我把后句也读一下 后句怎么说呢 叫crucially 至关重要的是 as they opened up their markets 随着他们呢 放开他们的市场 打开市场 中国叫改革开放 对吧 they balanced the market economy with sensible government direction 他们平衡了 叫做市场经济 用什么呢 用合理的政府的方向 注意一个单词哈 叫sensible 这个词表示合理的明智的 很多同学词的意思理解错了 告诉我是敏感的 我说不对 敏感是sensitive sensible叫做合理的明智的 好不好 好就说 伴随着合理的政府的这个方向 呃 那这个他们平衡了市场经济 好嘞 本句后句我多给大家顺了一遍了 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 对应的这道题啊 有没有能跟这两句话呢 意思对接的 那应该是我们要的答案了 好 看着啊 什么导致他们快速经济的增长呢 A 叫copy 我一看就不想再读了 哈哈 叫复制西方的这个方式 各位 我刚才就没见着西方呢 对不对 好 再看一下B 叫heavy reliance on the hand of government 高度依赖政府干预 这个这个不行 政府其实更多做的是一些合理的这样些政策 对吧 没有说是依赖他的这个干预哈 而C 叫做timely reform of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什么政府的事实改革 哎呦改革也没见着 D 叫自由市场 有的 plus 以及政府的干预 对 两者结合 最后导致经济增长特别好 同志们 你们发现没有 我们四地选项呢 是把我们刚才定位的本句 和本句的下一句 做了一次综合 自由市场是本句 有的 然后呢 这个政府干预 对应的是后面说的那个合理的政府的这么一个政策问题 对吧 两者一结合 把本句后句都囊括其中 在内容上非常充分 而且语义上也符合原文 所以四地既为我们例题二的答案所在 嗯 这是我们细节推理题的第二大常见命题点 叫做转折逻辑处容易长考 所以我一般会建议大家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啊 当你感觉到呢 抓不住重点时 你可以把文章里面所有你遇到的这样些转折词 什么but yet之类的 你圈出来 并请你相信 你所圈的这个转折词所在句子 极有可能就是咱们一道题的答案了 好不好 行 这是第二个啊 叫做转折逻辑 还有呢 第三个 在六几月读当中细节推理题的长考点 叫做断首尾处长考 嗯 每一段的开头结尾 这个地方容易出题呢 来咱们来举几个例子 感受一下好不好 这个首先是五十字题了 叫 who particularly benefit from the rising volume of trade 就说谁 是吧 是获益 尤其获益的 benefit 从哪获益呢 从这个贸易量不断上升这件事情当中 获益 嗯 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动兵来定位 因为毕竟没有显形定位词嘛 所以benefit from the rising volume of trade 整个短语呢 用作是定位词 于是我们就定位到了文章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是断首第一句呢 我们先读一下本句哈 他说 the rising volume of trade 俩破诈号中间刚刚讲过 叫做插入语 跳 不看了 贸易量的不断上升 is good news for many sectors 对于很多部门来讲 都是好事 好 往下读一句 the rising tide of trade is also good news for people 这个不断上升的贸易量啊 对那些人也是个好事 哪些人呢 叫 who work in trade sensitive business 那些对于贸易敏感的这个行业当中 工作人而言是个好事 especially those that produce commodities for which global demand sets the price sets the price 就说尤其是那些人 他们制造的商品呢 commodities 对吧 是由全球需求来设定价格的 诶 我们知道啊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这一定都听过了 对吗 当商品供不应求的时候 这个价格会上涨 而供过于求的时候呢 价格会下跌 所以有些商品 他很有意思 是由全球需求量来订 而不是某个国家 那哪些是全球需求啊 哦 看到了 农产品 是 agricultural foods 呃 goods 对吧 叫做农产品 mining 矿 matis 金属 哦呀油 有这都是放在全球都要交易的一些商品了 它的价格是由全球需求量来来订的 那么贸易量的上升 对他们而言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来同志们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部分啊 谁谁谁 从贸易量上升当中是获益比较多的 来看一下啊 哎 哪些人 哪些人 在国际贸易当中非常专业的人 这跟国际贸易没关系啊 关键就是那些对贸易敏感行业里面的相关从业人员才行 是不是 好 B说什么呢 消费者 喜欢进口产品和进口的服务 哎呦 这什么东西哈 C制造商 谁 哪些制造商 农产品和原材料 raw material 同志们 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什么油 咱们刚才看到的一些个能源型的mining 这都属于raw material 原材料 用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衍生产品来 所以啊 你的这个C选项跟刚才定位的下一句话的意思是完全对接的 好像可以 看一下D 说零售商 什么零售商呢 专门处理这个外国产品和服务的 行了 各位 除了C我见过之外 剩下三个我也没见着 所以呢 呃 根据定位位置 我们得到了教题的答案 而教题蛮有一点意思 在于什么呢 你回去再看一眼啊 我刚才呀 在带你读的时候呢 我实际上是省略了这个段落中间的 这段其实特别长 咱这一页也打不下了 那么你注意到有一个特色在于什么呢 我定位的时候 其实我定位的是这一段的第一句 断手 而我的答案来自于断尾 所以断手尾都成为了解这道题的关键 因为断手决定我定位到哪一顿 而断尾决定我答案在哪 你觉得吗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啊 细节推理题的第三大参考点 叫做断手尾处参考 这是一道例题了 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这个例题二 说叫what is the irony about the debate over immigration 对就是呃 关于这个移民问题的辩论 其中蕴含的讽刺是什么 嗯 他问的是讽刺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先拿the irony 回文定位 找到了 哎 这个位置 来读一下吧 他说 这是断手第一句哈 the irony is that for all the over excited debate 讽刺就在于说呢 对于所有那种过度兴奋的 呃 辩论而言 或讨论而言 the net effect of immigration is minimum 就是这个移民啊 所带来的净效应 那叫干净的净啊 净效应 是 是最小化的 就这影响不大 啊 来来来 再读一下下一句 叫even for those most most acutely affected 尤其是那些最为敏感被影响到这样些人 俩破槽终于跳过去 the impact isn't all that dramatic 这个影响啊 也没有那么的戏剧化 就影响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的意思 看明白咯 所以啊 我来看一下啊 说关于这个移民问题的讽刺在哪呢 呃 A是说甚至这些经济学家 好不看了 刚才内容里面 我没有见着economists 对吧 经济学家 所以呢 我先不考虑我没见过的信息 好 B怎么说呢 那些反对他的人 什么什么turn out to benefit most 反对他的人表现的是从中获利最多的人 不知道什么意思 C人们呢 这个太过于大惊小怪来去讲这个有着很小影响力的东西了 Fast这一单词蛮有意思哈 他有一个翻译就叫做大惊小怪 就这方面他觉得这个大惊小怪太厉害了 但其实这事呢 影响特别小 你发现没 这跟刚才我关键词定位句 也就是断手第一句直接对上了 对吧 他说了移民问题给我们的经影响 其实是非常minimum 最小话的这个small impact不就对应那个词吗 哎好 所以C继为刚才呢 我们定位之后断手第一句能够对应上的一个典型选项 我们再看啊 什么这个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simile and opposite opinion 就是看起来这个相反意见当中呢 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差异 不好意思 我没有见过这个概念啊 所以只有C选项跟刚才定位位置和断手第一句 在语义上是完全对接的 哎 好 这是我们说的细节推理题的第三大考点 叫做断手尾处 常考 我们可能需要给大家总结一下了 一共是三个位置吧 对吧 第一个因果逻辑位置容易出题 第二个转折逻辑位置容易出题 第三个 每一段的断手尾也容易出题 这点呢 请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啊